疫苗丑闻燃烧,涉吞国有资产,销售行贿。 看中国2018年7月24日讯,看中国记者李孝奎综合道道,长春掌声爆出制造黑心疫苗后,令许多中国父母忧心忡忡,本周末一让黑心疫苗相关话题占领了大陆几乎所有社交平台。 那么,长春长生到底是个怎样的公司呢? 长春掌声遭起底,家族企业6年净利17.5亿。 大陆新京报报道,高俊芳在1994年到2004年间,逐步从一个管理者变成公司实质权利人。 2005年到2015年,高俊芳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升级为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,身价超过67亿元人民币。 高俊芳如师兼董事长,董事,法定代表人,总经理,财务总监五个职务外,丈夫张有魁任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,儿子张明豪为副董事长,副总经理兼执行董事。 一家三口不仅霸卫公司高层行政和财务,销售等核心部门,还合计持有该公司36.66%的股权。 再加上张有魁两个魁每个时1.24%及302%股份,该公司可以说是家族企业。 2012年至2017年间,长春长生生物销网市场的疫苗超过1.1亿只,鹿的净利润17.5亿人民币,这些疫苗销售至中国各地的疾控中心,防疫站。 长春长生生物 发现,长春长生生物6年来销售费用总计高达12.63亿人民币,其中推广服务费增幅年年扩大,似乎目标是将上一支疫苗卖给中国各地的疾控中心。 目前人在非洲的习近平已经要求追查黑鲜疫苗事件,长春市长新区警方已将长生董事长高俊芳,及四名高层主管带往公安机关审查。 设吞国有资产,疫苗销售行贿。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长春高新旗下的一家国企,创立于1992年,旗下有六个品种的一类和二类疫苗,是中国第二大狂犬疫苗企业,也是官方宣传的流感疫苗前三家之一。 2015年12月,长生生物100%股权作价55亿元介壳黄海机械上市。 2016年,受山东疫苗事件影响,官方取消了疫苗流通的中间商环节,依时间,疫苗转变为直销模式,让长春生物过亿肥浅。 2017年,疫苗销售约为15亿元,净利润5.66亿元,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1.67%。 但端传媒报道指出,一路走向强大的长春长生,也留下了劣迹斑斑斑的历史。 1. 私有化过程涉嫌侵吞国有资产。 长春长生一度是上市国企长春高薪的核心资产。 2003年,长春高薪董事会拟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。 当时时任长春高薪副董事长,长春长生董事长兼总经理高俊芳,售让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, 每股转让价格为2.4元,占总股本的34.68%,转让金额为4161.6万元。 上市公司亚太集团售让1250万股,占总股本的25%,转让金额为3千万元。 这次转长生资产增值率仅为3%,净资产增值率仅为8%。 中国证券报报导,2003年12月9日,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表示, 愿意以每股3年的价格受让长生生物的全部股权,却未得到进入收购的机会。 事后长春高薪迫于外界舆论压力,于2004年4月修改了转让合同, 将转让价格增加至每股2.7元人民币, 吉林亚太集团售让股权增加至1734万股, 占长生生物总股本的34.68%, 而高峻芳的受让股权则降至1250万股, 转让金额为3375万元。 事实上,高峻芳在获得长春长生控制权过程中也受到不小争议。 根据公司2001年至2002年的年报显示, 高峻芳的年收入不过5至8万, 如何支付近4000万的收购款? 对此,高峻芳的解释是向亲戚朋友借款。 此外,查询长春长生生物年报可发现, 2000年至2002年, 公司营收和净利润都呈现高速发展的状态, 到2003年,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突然大幅下跌, 有媒体质疑, 这是为配合收购刻意压低业绩。 2006年8月, 亚太集团以每股2.8元的价格将股权卖给高峻芳, 退出长春长生。 至此,长春长生成公司有化, 被高峻芳掌控。 二,疫苗销售过程行贿。 端传媒报导指出, 根据业绩数据显示, 长春长生2017年的研发投入为1.22亿元, 占营业收入的7.87%, 这一占比与同行比起来少得可怜。 以疫苗生产传企业我三生物为例, 2016年和2017年的研发投入, 分别为3.11亿元和3.33亿, 占营收的比重分别为52.61%和49.87%。 那么,长春长生的钱用到哪了呢? 根据财报显示, 占长春长生总成本60.27%的是销售费用。 2017年, 长春长生的销售人员仅有25人, 但销售费用却高达5.83亿元, 人均销售费用2331.85万元。 这其中, 4.42亿元为推广服务费, 即为子公司长春长生向推广服务公司支付的费用。 此外, 会议费也高达7284万元, 和2016年相比, 激增2284%。 深交所曾经为此发函质询, 长生生物回应, 销售对象有省, 是, 线三级经销商变更为直接销售至线区级疾控中心, 需要通过各式会议以提升品牌影响力。 有第三方软件统计, 在长生生物涉及的法律文书中, 贪污受贿案件高居榜首, 至少有20件。 3, 上市数据依造假。 报道称, 长春长生与山东照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, 有一起4000多万元的买卖合同纠纷。 2018年6月, 吉林高院判处山东照信立即给付长春长生货款及利息。 2013年开始, 长春生物生产的疫苗通过山东照信售卖至山东省疾控中心、防疫站、医院等场所。 山东照信一名已经离职人士透露, 山东照信并不认可这起纠纷牵扯的金额。 他指出, 长生生物上市时, 山东照信曾配合长生生物作假数据, 由此产生了阴阳合同。